现在淼淼的左前轮刚才拖圈了 拖圈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采用一个最原始的有效的办法 就是我们用化油器清洗剂 往里边喷一些 喷一些以后 然后用打火机点一下 它就可以直接回复正常了 来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情况 小布 我的这边啥可能崩坏了 没事 没事 只要能管气就行 气不漏就行 你这个千斤弩看起来不错 拍一下 对 拍一下它这个千斤弩 拍一下细节 这个是多少钱买的 八九百块钱 看起来不错 液压的还是 这个液压千斤顶很省力的 只要稍微顶起来一些 然后我们把这个化氢喷进去 打火机一点 一下就行 人生技艺这东西 没事 这不很正常 来 干 还是滑 我觉得能了 干脆不要这个底座 直接坐在下面 是吧 这个我感觉还会滑的 因为这个不匹配的 对 你再往上抬 好 走 走 走 好 这就吃上力了 可以了 起火吧 如果听你蹦一声 那你就赢了 如果没有蹦一声 它这个车就蹦一下了 我把车挪旁边的啊 哈哈哈哈 来吧 准备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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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试一次 你来试试 你来试试 再试一次 打气吧 那就打气 烫着了是吧 烫着了 重新摆位子 那个150的那个你开上来 开上来以后把你的气氛拿过来 因为你的压力大 差不多 你一直勾往下一点 对 勾往下一点 这样呢就直接把前进顶顶住 顶顶住这个上去就不碰着轮胎了 太大了 对吧 来 刚刚好像塞进去吧 好 好 来打 对 打 先这个拧你 我真烫的我能弄它 啊 很烫吗 很烫 那我来我来弄它 我先一会 呃 这是发 我操 希望能靠得近期 我妈的 你看懂了吗 哦 正好这个角度在这个眼的 就是一次标准的拖圈救援 好了 开始 等会等会等会 我妈的现在怕滑我的手下进去 比较小 什么 好进来 进来 拿上了吗 可以啊扣上了是吧 到回去再看看随时检查一下开压 因为 现在这个里边啊 这个轮骨的 这个轮胎的 边缘和轮骨中间 可能会夹杂的沙子 这样会慢漏气的慢发气 所以要随时灌注这个开压 然后等到晚上回到基地以后 再检查一下开压是不是一样 如果一样那就没问题了 如果说一样 还要把这个 到了基地以后 把轮胎接着 举起来 把气放掉 然后要把这个 两边要用 气枪 高压气枪去吹 把沙子全部吹干净 这样才的不太快 你把你的打开 打别的轮胎 你打两个后轮 我打下轮 这样咱们同步进行 好了2.4了 现在就可以松开了 再要给它放掉一点 因为现在拍压太高了 还要放掉一些气 按这个吧 按这个放气有点慢 一会我用那个气门心扳手放 这边多少我给它打吧 给它打多少 打到1.5吧 1.5 1.8也行 1.8吧 再放掉点气 稍微高一点没关系 因为以防外衣涂装还要再漏掉一些呢 是吧 帅了 帅了 太好了 太棒了 牛逼 走 你带路慢一点啊 淼淼现车了 我现在正在经历史上最痛苦的穿越大海道 因为现在后轮没有减震 所以特别颠 然后这个地方淼淼带的这段路哈 地上全是尖层 这个一不小心就把轮胎炸爆了 所以极其痛苦 淼淼现在正在远方 淼淼现车了 它正在降低胎压 希望它的顺利不困了 很痛苦 你看这里嘛 全是尖刺啊 哇 太下来了 感觉对淼淼带到坑里去了 今天是淼淼投车啊 淼淼要带路 然后我在后面跟着 很痛苦很痛苦 淼淼的胎压已经降低了 现在 现在正在想办法脱困 出不来吗 我要不要去救救它 但是我感觉我自身都难保啊 走吧去救救淼淼看 史上最痛苦的大海道穿越 哎出来了淼淼 很好很好出来了 看它能不能顺利冲过来 可以可以 好 很吓人的这个